哈嘍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所以今天大概是第四集吧 如果没有错 今天的故事呢 非常非常的很恶心 而且真的是很恐怖 而且真的是没有人性 ok 真的这个 Serial Killer 我要讲的这个杀人 嗯 这样讲啊 这个杀人killer 嗯 杀手 杀手 嗯 这个杀手真的是没有人性的 ok 但是在我开始之前呢 ok 大家记得要给我一个like 然后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后打开小铃铛 所以以后我post video 你们可以立刻收到notification啦 还有就是今天呢 我准备了这个韩国拉面 ok 这边有两包 然后这边有五稿McDonald的炸鸡 而且是辣的 这边全部上面都是辣辣辣辣辣的 ok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吃到晚啊 如果吃不到晚就留晚上吃 ok 开餐开餐 再不开餐 那个面就要冷了 嗯 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Kimchi 一定要有Kimchi 我的最爱 我可以吃到晚了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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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FC的鸡肉真的很好吃 如果是辣的辣 就如果你给我选KFC或者麦多那我也是无法选择 就看心情来选 两个都好吃 哇好好吃啊 OK我们今天马上进入今天的话题 所以今天的故事呢也是发生在美国的 其实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美国 OK 真人故事 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 OK 一个parking lot 一个park车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container shop 你们知道什么是container shop吗 就是很像一个guride一个store这样小档口对不对 但是这个档口呢它是围住的 就是很像一个container那种shipping tank的那种container 这样子辣OK 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窗口 就是你驾车的时候 你可以drive through 或者你可以walk in 去买那个cafe OK 这是一个coffee booth来的 然后当天呢 就有一个女子做工在那边 嗯 就只有她一个人打工 就只有她一个人在里面做工 她的名字是semanta OK 那天semanta做工的时候是夜班 嗯 晚上夜班 所以就突然间有一个男子 OK 看不到 那个cctv是看不到她的样子的啦 OK 只是看到有一个人 一个男子 嗯 走上前去那个窗口那边 然后就跟她说 我要点一个咖啡 所以semanta就 那时候semanta她没有看到她 semanta一听到她就转身 可是她一转身的时候 那个cctv看到semanta一转身的时候 她的样子全部立刻 freeze 下到杀掉 OK 应该是因为 OK 这个男子她应该是手拿着枪 看不到啦 但是整个semanta就立刻这样子 Shit OK 聊聊下聊聊下 那个semanta就去关灯 OK 她去关掉那个coffee stall的灯 应该是因为 那个 那个男子 那个男子 要打借她的那个男子 叫她关灯的 所以semanta就以为 OK 可能她只是要打借 可能她只是要钱而已 OK 我给你钱 你要什么你拿 semanta讲 所以呢 semanta一关灯了过后 那个男子立刻跳进来 OK 她拿了钱过后呢 OK semanta以为她就是纯粹的要来打借而已 嗯哼 她拿了钱过后呢 她打开那个门 然后她拉semanta出去 semanta更吓到 因为她真的是以为 只是这个男子只是来打借吧 要钱罢了 可是没有想到她突然间拉semanta出去 然后semanta就跟着她出去 从此以后 semanta就消失了 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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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anta就不见了 找不到她 OK 完全找不到她 也不知道这个男子 带她去哪里了 也没有过后的消息了 所以当semanta不见的时候 对不对 整个警察都在找着她 OK 她不见的这个地方呢 叫Alaska 是美国的一个州 Alaska OK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找semanta 她的爸爸 而且semanta48岁而已 她应该是刚毕业要出来赚一点钱 before她去大学还是什么 所以她有一个男朋友也是18岁的 OK 她的男朋友呢 跟她的爸爸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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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semanta 就是找不到 一直要去找线索啊 看一下她的女儿在哪里啊 她的女朋友在哪里啊 怎么怎么找都是找不到 她们找了大概两个星期半 就突然间有一个线索 很大的线索 连警察都找不到线索 OK 这个线索呢 是有一天 semanta的男朋友 她得到一个message from semanta的电话 号码 她男朋友突然间看那个message 她吓到整个年轻轻 她吓到因为她的女朋友 text她一个号 text她一张照片 OK 她女朋友send给她一个照片 她的女朋友的电话号码 send给她一张照片 然后这个照片呢 不是什么 她的照片啦 不是她的什么被绑架的照片 还是什么啦 这个照片呢 是一个地方买的 那个地方有一个stop sign 你知道那种stop sign啊 对不对 一个牌 一个牌这样子 那个牌在马路旁边的那种牌 那个照片就是马路的那个牌 她就是叫她去那个地方 你明白吗 所以她的男朋友 马上打给她爸爸 全部警察马上立刻去那个地方 然后他们一到的时候呢 那个牌那边有挂这一张纸 OK 这个纸就是 ransom note 就是 不是威胁性 不是威胁性啦 就是ransom note 是很像跟你要钱 就是绑架了人公后 跟你要钱 就是威胁你哦 就是要威胁你 就是要跟你拿钱 ransom note OK 那边 那个牌那边就挂着一张那个纸 那个纸就讲 Samantha is alive 哦 那个纸还有Samantha的照片 好像是 如果没有错 有Samantha的照片啊 Samantha被绑架的照片 然后在那边写 如果你们不进三万块 三万块美金啦 30,000 OK 30,000 美金 进Samantha的bank account的话 你们永远就会见不到她了 嗯 如果你们要回Samantha 你们最好 进这个三万块 进她的bank account现在 所以呢 那个照片 很格力 那个Samantha的照片真的很无语 很格力很恶心 为什么呢 我们不清楚她是不是活着的 但是因为那个Ransom note哦 是写她是活着啦 因为她要钱嘛 不可能她给你一个尸体嘛 对不对 那时候你怎样要还她钱呢 然后 那个照片呢 是Samantha 她的脸上有很多makeup 然后她的头发被绑起来 绑鞭子 嗯 然后那时候她的爸爸 他们就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 警察问这个是不是你们的女儿 这个是不是Samantha 他们就讲是Samantha 但是很奇怪的是 Samantha没有绑过鞭子 嗯 她不喜欢绑鞭子 她根本就没有绑过鞭子 她不会走这个发型的 所以应该是那个绑架她的那个人 绑她绑的 绑她绑的 所以就 嗯 然后也不是很清楚啦 看到她的脸 就可以看得出是她而已 然后呢 他们就很紧张 然后那个警察 第一 因为那个坏人她要钱嘛 而且她要的钱是进Samantha的bank account 不是进什么 嗯 scam的account啊 还是什么 就是进Samantha的bank account 所以呢 那个警察马上去alert OK 她马上去通知全部 美国的bank OK 看 Samantha的bank OK 去checkSamantha的bank account啊 她的卡啊 在哪里有出境过前 马上马上调查马上看 所以那个bank也是很合作啦 就他们 警察叫他们做什么 他们也是很 配合 配合的去找Samantha 最近有没有在哪里按钱出来啊 还是怎么样 好好吃啊 这个是不是chicken dice 还是鸡胸 是鸡胸 是鸡胸 还是鸡胸 我可以吃 perfect 没有这样子吃过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所以呢 那么那个bank全部那个bank就跟警察合作 配合警察对不对 所以那个bank呢他就收到通知就说 他们就收到通知就是 Samantha的bank喔他的卡喔有被用到有被用过 今天今天被用到你明白吗 当天当天 当天他的卡有被拿出就是取钱出来 从那个atm那边的machine 而且很奇怪的是喔 不是一次 是很多次 可是在不一样的atm 然后他们就收到很多消息咯全部警察就很乱 OK他们一收到 在那个那边的atm他们马上飙过去 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可是他们看回那个cctv的时候 是一个男生 戴着一个mask 所以他们的脸 明白吗 然后呢 越来越离谱了OK 他好像我们现在在Saba 在亚比喔对不对 那个坏人啊 那个男子他不只是在Alaska 取钱 去atm那边取钱而已 他驾着车 从Alaska 去Texas 去这边 去那边去不一样的州 去取 Samantha的钱出来 他每取一次是取5000块 我不知道Samantha有多少钱啊 可以取那么多次我不知道啦是不是 所以最后一个地方呢 是在Texas 然后 刚好他们看cctv的时候 有一个atm的那个cctv讲 他们可以看到一点点那个男子的车 那个男子是驾着一个double cap啊 如果没有错的话 他是驾着一个double cap 如果没有错啊OK 白色的double cap Ford Ford Rangel啊 还是什么鬼啊 我不懂车OK 我们女子我不懂车的 所以呢 刚好那个警察全部在联络 就是有警察你知道他们在 讲那个walkie talkie啊 还是什么鬼的时候 是 在Texas嘛 因为从Alaska t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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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同一模一样的车 你们刚才所讲的那个double cap白色的 Fort Ranger那个 我看到在我面前 他现在有一个男子下车 他现在走着进一个bank ok 然后那个警察就讲 我现在要怎样 我现在要怎样 然后他们就想 ok 你冷静 你跟着他先 因为他们不可以立刻抓他嘛 因为他没有 证据 他们没有证据 然后他也没有做错什么嘛 当下 所以他们不可以立刻抓他 所以那个警察就跟踪他的车后面 就一看到那个 那个男子是 他忘记打signal 所以 立刻police就打喊他咯 嗯 你明白吗 ok 嗯 就是他有方法 他们才可以打喊他 所以如果警察跟踪你的车是 他们一定是看到你一忘记 打signal 还是很小的这个错误 他们就会立刻打喊你啦 所以呢 那个警察就打喊那个男子 他叫那个男子下车 然后给他看他的那个IC啦 ok 刚好 那个男子的IC 就是在Alaska 就是在Samantha不见的那个轴 就是Samantha住的那个轴啦 他出生的那个轴 Alaska 刚好 那个男子 在Texas ok 驾一模一样的车 他本身 也是来自Alaska 所以警察马上抓他 马上带他回去询问 明白吗 马上 不用再拖了 ok 立刻带他回去 好 可以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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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 绝配 太好吃 真的最佳绝配 你们一定要 try 吃拉面再吃美帝的家鸡 辣的 所以呢 他们就带 那个男子回去询问啦 这个男子的名字是 Israel Keys 我们就叫他 Israel 警察在询问的时候 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So 你对Sementa做到什么 他现在在哪里 OK 然后Israel就讲 他根本就没有很像要 讲他没有 他不认识啊还是什么 他就讲 你要我讲 OK 本来他不要讲啦 可是他讲 你要我讲 OK 给我一个americano 一个snickers bar 还有一个烟 他有一个咖啡 还有一个chocolate 还有一个烟 他讲 OK 他才讲 你们拿 你们带给我 我就跟你们讲 What the heck OK 所以警察一定要妥协 OK 警察现在他们不可以不听 你知道吗 他们不听那个人 更不听 更什么都不要讲 所以他们就听听来 OK 他们就听谁的问他 听谁的跟他聊天 很像normal跟normal聊天 因为如果你很像 询问他 他好像一个傻老将 你弄到他觉得他很像一个傻的啦 还是一个坏人 这样子他就根本就不想跟你讲话 你明白吗 你们一定要用这种朋友的语气啊 他才会 OK 跟你讲完全不同东西 这样子 OK Tin是steady啊 啊 Tin的意思是steady OK 所以呢 他们就给他腌 给他coffee 给他还要的那个snickers bar chocolate What the hell 我都不吃了 OK 我不知道这么一个老人 要吃一个东西 他应该是30多 40多岁吧 应该是30多岁 所以呢 他就讲 OK 我对Samantha 做了很多 很坏的事情 I did a lot of bad stuff to her Like what the hell OK 然后警察就讲 OK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还alive嘛 然后他们就 那个Israel就讲 他已经死了 And then 他们就问他 这样你怎样sup他的 我哭死他咯 然后 我就拿那个刀 sup他几下 他就死了哦 然后他在这个 OK 这个整个话题啊 这个整个不是话题 这个整个 conversation是 都有被录下来的 可是警察都不敢放出来 给人家看 是因为 这个整个video 有的 有一点点罢了 你们上youtube 你们去search 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点点 不是很多 OK 其实是很多的啦 可是他只是讲 他们只是给你看一点点 因为 太 恶心 不是恶心 就很没有人性 OK 太残忍了 啊 太残忍了 你看 你去看啊 你去听了 你整个就是 晚上睡不着 就一直在想吧 真的 太恐怖了 我记得这个故事 是我四五个月前的时候 听到的 第一次的时候 我晚上我也是睡不着 真的真的 我一直想到他的样子 OK 因为可以看到他的样子嘛 然后 就是 呃 他就在那边讲啦 我 哭 哦 他整个讲话的那个 感觉 就是很normal的 你知道那种杀人犯是他们那种有点傻的事 他们会很像 哇 我就杀了他哦 很像很骄傲的样子 还是什么 可是他 喂 听他很normal 就很像你跟他聊天 这样在copy down 很steady 他就很像 今天又是一个新的一天哦 然后我就去绑架他 我看到他 我在车里面 我目他很久了 我目他很久了的 然后我也看到没有人的时候 我就去 抓他哦 然后 我带他回家嘞 然后 我还记得 哇我的那时候啊 我的girlfriend跟我的孩子 OK 我的 我的girlfriend跟我的孩子在家那边 所以我又不可以带他进家我 我只可以带他去我们的家旁边那边有一个小小的那个store room 他们外国人是有这样子的啦 OK 我们在家是我们的store room也是在家 他们的store room是在家旁边那边有一个小小的这样 小屋这样子的 OK 他讲 我就带他去旁边咯 然后 又很吵哦 他又一直喊啊那种哦 所以我就炸嗝 哇真的很不爽 因为要炸嗝 哎 真的 麻烦 他这样很像 真的很normal 他讲到真的很不会 然后马上 他就讲 我哭死他 然后我拿到擦死他 过后呢 因为 呃 第二天我要去cruise了 我要去cruising 还要去cruise 他要上cruise 他要上游艇 游艇 还要去玩 OK 他跟他的 girlfriend啊 还有他的孩子 他们要上游艇去玩了 要去enjoy holiday了 所以他就 杀了他过后 他把他放进一个箱子 就放在 就放在那个 小屋那边 OK 那个store room那边 就放他在一个箱子 然后他就这样去 holiday 上那个游艇去holiday for 两个星期半哦 That's why 他们没有消息 for两个星期半 两个星期半过后 他的男朋友 才收到一个text message 就是因为 Israel回来了 中他的holiday 而且 那个照片 那个Israel拍的照片 讲他绑着鞭子 其实是他死了的照片 因为Alaska那时候是冬天啊 所以 你把一个尸体 你放在那边 是他都不会臭 还是怎样 他会 frozen啊 因为很冷 所以他会freeze掉 你明白吗 嗯 他会硬 他会硬掉 所以 那个Israel还讲 哇 真的很麻烦哦 因为嘛 是那时候我要拍照啊 给他的男朋友 给他家人看的时候 因为要给他们拿钱的时候 哇 很麻烦 又要等 他的那个尸体啊 他要弄热先 因为他frozen嘛 看起来就很像死嘛 冷冷这样 有冰这样 所以要拿他出来 弄热他的 弄热他的尸体先 弄软 弄软他 然后他的样子就是 死了嘛 你拍照人家也不会给你钱 因为他死了对不对 所以我就帮他化一点妆 浓妆 然后就帮他绑鞭子 就像他还在活着这样 然后 他拍完照了过后呢 他当然没有licker scent啦 他就把他的尸体 带去 你知道他们冬天是他们冷天 他们有那种湖啊 河啊 湖 然后那个湖不是会冷掉的 不是会变成冰 你可以在上面走的 你可以在那个河 湖上面走路的 然后他就 他们会 他们很常就是 会去那个河 湖那边他们要钓鱼 是他们挖一个洞啊 你明白吗 他们挖一个洞 用那个刀 挖一个洞 然后他们在那边钓鱼 很normal的啦 如果你们有看过戏啊 还是怎样 你们就知道 在韩国啊 韩国有没有 好像有 也是这样子去那个冰那边挖一个洞 钓鱼 钓到的鱼 就带回家吃还是怎样啦 但是那时候没有人 他就挖了一个洞 丢 Samantha的尸体进那个洞 所以就找不到哦 因为那个河 他会一直留的嘛 在那个冰下面 OK 然后 那个警察 因为那个警察哦 要很替水 要很steady 要当他是正常人 你不可以当他是傻佬 来这样问对不对 那个警察就 还问他 很friendly的问他 就是因为警察就是要配合他嘛 这样 你们有钓到鱼那天 哦 我也钓到鱼啊 我钓了那个鱼 我还带回去给我的 呃 跟我的女朋友 还有我的女儿一起吃 跳 你如果你有人性是 你刚把那个尸体丢进一模一样的洞 在一模一样的河 OK 虎那边一模一样的水 丢了过后 还在那边钓鱼 钓了鱼过后 还带回家给你的孩子吃 OK 我不可以讲啊 我觉得他是没有人性啊 他 他不是傻 他应该不是人 他应该是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就不是人 就很 他的心是石头 他应该是没有心 真的 太 太无聊这个人 就是很变态很变态很变态 我喜欢吃他的皮 我叫你不喜欢因为很肥 饱了 好 什么 你要死是吗 什么肥 所以呢 那个Israel为什么他跟曾经全部东西是因为他在讲 OK在他开口讲 about Samantha啊全部这种东西之前呢 他跟警察 make了两个deal 他跟警察讲如果你们做得出这个两个deal我才跟你们讲完全部东西 嗯 所以这个两个deal就是 一他自己要的啊 他跟 警察讲 他要一个deaf penalty 就是 判死刑 他要判死刑 他自己要判死刑 他不要坐牢 他就是其中一个deal就是这个deal 第二个deal就是他希望他的这个名字呢 OK 他希望这个全部发生的东西 都不要放上报纸 就讲 Samenta的 Case close OK Soft了 已经抓到那个坏人了 可是不要讲他的名字是谁 因为呢 OK 他觉得 他有孩子嘛 等下全部人知道他的名字 以后他的孩子要怎样活 怎样去学校 等下还给bully 对不对 哇 我不知道是 为什么他可以想到这样啊 像他有人心这样 你明白吗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以care about他自己的孩子 可是他care 他不可以care about别人 你明白吗 啊 他就没有了这个两个deal咯 一就是他要 就是 deaf penalty 叫什么啊 死刑 死刑 他要死刑 which is very weird 因为 很奇怪的 因为每个 我度的这样多是 这些 杀人案啊 这些serial killer 这些杀手是 他们 杀人就是 很骄傲的 就是他们 就是要警察 去跟外面的人 讲这些故事 就是 那我是美国 第一的 最厉害的杀手啊 我怎样杀啊 你看我聪不聪明啊 我杀了这样多人 你们还没有抓到我 ok 通常是这样子 嗯 而且他们是不要死刑的 但是这个男子 这个israel 这个男 这个不是人的 这个人 ok 他要这个两个东西 ok 警察就一定要成全他嘛 因为 警察知道哦 ok 他讲了这样多 是警察知道 Sementha不是 第一个case Sementha一定不是 她第一个杀的人 因为 她太normal了 ok 如果第一 第一次杀人的人 应该会很紧张 就 嗯 嗯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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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是不是对 可是他讲到很听 所以就是很像一个 他已经是很 呃 很normal啊 很常做的一个事情了 所以 警察当然知道 这个不是他第一个case啦 所以呢 警察就询问了他 差不多八个星期 他才终于 讲出他的第二个case ok 这个case发生 在Sementha之前啦 ok 几年前 before 他杀Sementha的几年前 他去Vermont 就是美国的另外一个州 ok 他去Vermont 而且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 他在美国呢 十二个州 ok 美国的其中十二个州那边 的森林 他都会放一个kill kit 这个kill kit呢 有墙 有 tape 有这些杀人 绑架人的 然后 杀了过后啊 怎样去dispose啊 怎样去处理他们的尸体的 这个东西 全部都在这个box里面 这个kit里面 ok 他就会有这个十二个的这个kill kit 在十二个不一样的州 在美国 kill kit是 杀人文具 文具 kill kit是很像 kill kit是很像就是 杀人的一个 文具 不是 工具 杀人的工具 ok 他有十二个在不一样的州 在美国 然后呢 他每次 会去租一个车 ok 因为他是一个 他的工作是contracting ok 他是contracting 所以呢 他的工作是很时常啊 就是要走来走去啊 去别的州啊 去谈这些公司的啦 然后他 去谈这种公司的时候 他会去租车 他不是用他自己的车 他是去租车 然后租车才去做工啊 然后在每一个 就是差不多算 可以讲他每一次去做工的时候是 他都是有这个想法 就是他要去杀人 反正他都已经放了 这个Q-Kid哦 在十二个不一样的州嘛 然后这个 十二个 这个十二个州都是他很常会去做工的 所以他就有放 所以他要用到他就立刻去拿罢了 咯 你明白吗 所以就在这一个trip他去Vermont 他去做工的时候呢 他的Q-Kid 他有一个Q-Kid在Vermont 然后他就 来了 他的Kid来了 ok 他就想要去杀人 但是呢 很特 这个另外一个很特别 就是很 不是特别 就是很奇怪的东西就是 其他杀手嘛 是 他们杀人是 他们都是会一样的ammo啊 他们都是会杀一模一样 类似一样的人 ok for example 他杀 Samantha嘛 ok 很正常 因为他是一个女生 年轻女生 所以可能他每次杀的人 都是年轻女生 但是 他很奇怪就是 他没有 他没有这样子的roost的 他没有这样子的mindset的 ok 他这次他去Vermont 他杀的是两公婆 ok 这个两公婆是比较老一点的啦 这个两公婆呢 他没有孩子 ok 他没有狗 为什么他会杀这个两公婆 他怎样去找 ok 他怎样知道这个两公婆 ok 就是他会 架他的那个主持 去一个达曼 走来走去 去看那些家 然后他会M那种家 没有狗的 然后没有孩子的 ok 他就可能会 走上前啊 ok 趁人家不在家 他就会看进去那个镜子那边 看有没有小孩子的东西啊 然后看有没有狗 因为他觉得 如果有小孩子很麻烦 然后有狗更麻烦 然后去处理这些 呃尸体啊 绑架案啊 这些 所以他怎样 M呢 就是M这样子啦 ok 他也没有讲 他就是要年轻的女孩子而已 没有 所以呢 他在 他在跟那个警察讲的时候 我也是很normal 很tin 他就讲 哇 我跟你讲啊 他还笑了 而且他笑是不是那种 那种 joker的笑 他笑是那种普通那种 哈哈 是辣 还有吗 是 这样子 就很normal的 很变态 你明白吗 然后他就跟警察讲 他 他去这一间家 这个两公婆 这个两公婆是老师来的 在一个大学 ok 他趁他们睡觉的时候 他 包那个床 他进去 然后他去他们的房间 他们还在睡着觉 所以他就吵醒他们 拿着枪子 这他们 叫他们 绑他们起来 带他们 上车 带他们 去一个abandoned house 去一个仪器 就是没有人住了的一个家 就是很多年 那种很恐怖的 那种creepy house 没有人住的 ok 然后呢 他带那个两公婆去那边 然后 要杀他们在那边 可是 他还笑哦 他还笑 他还笑这个两公婆 他还讲 我觉得他们啊 太天真了哦 真的很好笑哦 他们以为我会 放他们走 你知道这么吗 因为那个老公啊 他一直在那边跟我讲什么啊 不用紧的 我知道你是在做这一个 呃 错的选择而已 不用紧 你 你放我们走 我们会原谅你的 我们不会报警 ok 你放我们走 我们会原谅你 我们知道你只是 可能突然间 呃 就是 没有要做这个东西啦 但是因为 可能不知道 为什么你做了这个jetting 就是 你知道 可能你蒙了啊 还是什么 ok 你还可以 转回头的 现在 ok 我们可以原谅你的 我们不会报警 然后 那个israel就在那边笑 他就觉得 太天真了 他们真的会 呃 觉得我 会放他走 他们都不知道 我plan了 这个东西 几久 就是plan要杀 他们两个几久了 所以呢 他就带他们去abandon house的时候 要杀他们 然后他们就 那个老公也是有一次要跟他打架啊 那个女的也是啦 那个老婆也是 但是都一直打不过啦 然后 那个老婆也是有一次 他差一点就是可以逃跑成功 他差一点就成功 可是 那个israel看到他跑的时候 就是他跟那个老公在那边 争扎的时候 他一看到他跑 他就立刻去抓他回来 然后他差一点 他真的是差一点 其实可以讲 那个警察也是有讲 就是 如果他没有犯这一点点的错误 他每一个杀的那些人啊 都不会给抓到 因为他真的是太聪明了 太厉害了 明白吗 ok 然后呢 他就抓回那个老婆回来 他就性骚扰他 再杀他们 然后就 遗弃 遗弃他们在那个家那边 也没有很像丢他们去哪里啊 就 他就带他们去那边 然后他们杀了他们在那边 他就丢他们在那边 他就回去咯 就回他的alaska 就回他的家 跟他的孩子 还有他老婆 这样子 然后 然后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嘛 所以警察就马上到回去啦 因为他们也知道那个尸体 应该是 变成骨头了 还是什么啦 因为已经是几年了嘛 是他们一去到那个家的时候 那个家已经不在那边了 那个家已经是给打税了 因为他是一个 被abandon的house吧 而且有很多那些 吸毒的那些人呢 他们会去那边啊 吸毒啊 吸干嘛那种 所以那个政府也决定 打掉那个整个家 就是打税他 把那个整个地弄啊 变成一个land field 这样子啦 ok 就是一个空地了 所以 他们也是使命去挖啊 使命去找啊 他们就找了差不多 八个星期 都没有找到 他们这个两公婆的尸体啦 但是他们就是很确定 他是被杀死了啦 过后呢 他们就想要wap 更多 这个Israel 他们想要wap 更多东西 看他还有杀是谁啦 可不可以给名字啊 还是怎样 可是他一直不要给名字 他一直不要讲 然后那个警察就讲 ok 我们就把你的那个 判你死刑的那个 date ok 那个日期 如果你跟我们讲完全部的话 我们就 给你一个日期 就跟你讲 你其实 我们会判你死刑啦 ok 但是你promise 我们一定要跟我们讲完全部 那那个Israel就讲 ok 我跟你们讲 但是 那个警察过了不久过后 几天吧 过了几天过后 那个警察他就收到一个电话 就讲 Israel自己 自杀在那个牢里面 所以他们也没有的 呃 去询问他更多东西了 so yeah that's the story 哦 也是为什么他自杀是因为哦 那时候他们去找这个两公婆的尸体的时候是 因为他不是讲过嘛 Israel讲过就是 他不要他的名字给人家知道 他不要给人家知道他是杀人 他是杀手 ok 他们一定要keep他低调 ok 不可以跟人家讲 但是因为这个两公婆的事件呢 有人爆料给那个newspaper 所以那个newspaper就把他的名字 放完整个美国啊 全部都知道他是 杀手 ok Israel Key 他的名字就是在报纸上面 所以 那个警察 因为他怕有人去跟他讲 ok 因为他们怕有人去写信给Israel讲 就是讲 给他知道哦 全部人已经知道你是杀手了啊 还是什么 所以警察就自己去跟他讲 先就讲 呃 有人不小心暴露你的名字 出来给那个 呃 新闻报导啊 那些东西 所以全部人都已经知道了啦 你是 呃 杀了 Samanta 还有这个两公婆啦 so 他很生气 that's why他一直不要讲 然后到最后他自杀 因为他觉得 他的人生应该 他的孩子也是应该是没有尊严了啦 还是怎样 就不可以出去见人了 所以他也觉得不想要跟警察合作 因为警察也没有去遵守他们的这个约定 就是不要给人家知道他是谁 所以他自己自杀了啦 so 他们相信他不只是杀这个三个人 就是这个两公婆还有Samanta 他们相信他有杀更多人 ok 更何况他有这个12个Kill Kid 在森林里面 在不一样12个州 ok 12个州都有这个Kill Kid 所以他们知道 他是不只是杀了 三个人啦 but他们都不可以很确定的跟你讲 他还有杀是谁 所以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啦 非常地恶心 非常地人性 非常地人性 非常地没有人性 非常地险恶 ok 记得一定要 be kind be good oh and before I end 我的这个故事呢 为什么他会突然间想要杀人 是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跟他的朋友 大概他14岁的时候 他跟他的朋友去森林里面玩 然后就在森林里面玩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一个猫 然后他们就把那个猫钓起来 就要钓死那个猫 然后那个猫在死的时候 他就一直 这样子 然后他的朋友 他就在那边笑啦 他觉得很好笑啊 很好玩 然后他一转身看他的朋友 他朋友全部就 oh啊 like就 觉得很恶心啦 他的朋友 全部就在那边 oh 很恶心 就他们要走啦 然后只有Israel 就觉得很好玩 很开心罢了 过后呢 他的朋友也没有找过他 因为 好像是他要钓那个猫的吧 他的朋友没有要钓那个猫的 所以他的朋友也没有跟他做朋友了 然后他 也讲 从此以后他自己也是去森林啊 自己去找那个小动物啦 因为他的朋友都没有人要跟他 对不对 全部都觉得他很恶心 他也觉得他自己没有错 他觉得很好玩 就因为 从那一个case开始过后呢 他就一直有这样子的欲望 有这样子的需要 一直想要去做这种东西 然后就 呃 有一次他 想要杀的这个第一个人 ok 他想要杀的这个第一个人 是一个女生来的 就是他去camping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女生 呃 他去camping啦 ok 他应该是17-18岁吧 他想要杀的第一个人 ok 他去camping呢 他就看到这个女生 他就把这个女生 抓进去厕所 然后他就性骚扰这个女生 然后性骚扰完过后呢 他就想要杀这个女生的 但是呢 这个女生呢 他没有给杀到 他放他走 ok Israel放那女子走 因为那个 那个女子 一直跟Israel讲 其实你要性骚扰我 是我可以给你的 你不用杀我的 你也很帅呀 其实我们可以在一起的 ok 呃 你不用杀我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也是的 我觉得你也是不错看啊 怎样 ok 其实你问我就可以给你了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所以他就可能觉得 没有这么好玩啊 他就放他走 然后到他死的那一天 他都有跟警察讲 他很后悔放这个某某某的女生走 就是放生 ok 其实他可以杀他的 他很后悔他没有杀他 所以这是他唯一一个的遗憾 他讲 ok 所以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记得你们一定要stay safe take care啊 今天的故事有点长 但是真的ok 你们一看到有人一伤害这种小动物 你们就要开始啊 有这种 那个人很不正常啦 ok 马上报警 ok 不理ok 杀猫啊 还是什么鬼吗 马上报警明白吗 ok 所以记得一定要be kind be good and stay safe take care ok God bless you all and have a nice day 我希望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ok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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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